善用在地资源美化社区 苗栗仙厚龙南港社区 近年来就积极推动社区营造 透过聚落庙宇移基保留美化计划 将原本百年土地公庙的砖瓦 还有附近海岸碱石的海螺贝壳 以此作为媒材 拼贴在社区的围墙上 赋予传统渔村新的生命力 重新植栽绿美化的南港社区 有了新风貌 为在活动中新厚风 重新搭建的福德工 相传已经有百年历史 一旁已经废弃的小屋 正是从前的博工庙 社区发展协会透过聚落庙宇 以及保存宇宙边美化计划 浪贝遗忘的角落 不予厚龙镇传统渔村新的生命 老人家也是提供他们自己 以前年轻人年轻时候的回忆 我们的土地公要怎么做 那些环境要怎么做 我们都尽量说 保持以前的原汁原味 就是不再去用那个 我们现在工业的方式来打造 所以说像这些看到的这些图案那些 也是他们老人家小时候的回忆 社区再造透过社区规划师的讨论 强调旧地取材 像是旧博工庙掉下来的砖挂 或是附近海岸碱石的贝壳海螺 都成为违藏拼贴艺术的媒菜 能够产生一个相辅相成的对应 又能够讲某些在地的精神 还有再来就是很重要 我们辅导的时候 特别注意有没有社区参与 社区民众能够参与学什么 那我们就想到贴 连贴跟彩绘 那让社区的老人家来彩绘石头 让社区的民众来协助理事长 社区干部来贴这些鱼 那这些都是社区完成 善用在地元素就地取材 加强社区参与 南港社区正努力一步一步 找回鱼村记忆 依照居落文化特色 企图让小春落风华才现